现在的汽车品牌其实非常有意思 他们制造SUV 然后不去强调通过性 不去强调多功能性 而大部分人都会说 我这台SUV造的非常的运动 一般品牌体现SUV运动的方式 无非是通过一个酷配造型的车身 或者是上车的车尾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运动 轿炮SUV不需要这些 就像90年代末编WX5诞生的时候 那台车其实灵感来源 是当时的Range Rover懒胜 而没有人否认那些台 非常成功的SUV运动型的多功能车 而来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市场上 最能符合运动轿跑SUV的车型 一定是来自捷豹制造的F-PACE 我是叶宝青 欢迎您关注C2救我休养 今天的心爱散送 为大家带来新款捷豹的F-PACE 在外观设计上 新款F-PACE其实没有太大的质的调整 但是在非常多的细节上 他们进行了一些用心的优化 捷豹的设计团队非常有意思 他们的外观设计团队里面 专门有一个负责这样细节设计的部门 而这个部门的领导 其实原来是一位手表设计师 可以说是非常的讲究细节了 来看一下这个车头 首先是车灯 你会觉得这个车灯的造型也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实际上它的高度变得更矮了 然后中间采用了这样 J型的日间行车灯 而且是一个像素LED的大灯 所以说把它的整个视觉宽度拉得更宽 然后是中网的设计 现在中网面积比之前的车型更大 而且中间的装饰服条 用上一个六边形的设计 这是捷豹原来的logo的设计 在这个地方致敬的历史 下半部分 因为今天我拍摄的也是一台R Dynamic的车型 所以说可以看到 它整个前保险杠的包围非常的运动 这个开口的面积非常的大 而且有侧面的这样一个通风的导管 而整个车头我最喜欢的一个变化是 现在它的这个引擎盖是一个一体式的 取消了这个地方的一个接缝 让它变得更加的美观 而且更加的有高级感 侧面和侧尾的变化不大 侧面最大的变化 还是来自于一字板上的这个装饰 现在这个装饰上有了一个捷豹的灰标 而且在R Dynamic的版本上 这个侧面的装饰也同样是做了一个黑化的处理 而车尾的尾灯 现在不再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而是一个多边形 比较接近于i-PACE的感觉 而原来那个体现那种 豹子尾部感觉的那个不规则形状的图案 出现在了它立体的尾灯里 来到车内 新款i-PACE的变化 明显需要大于它外观设计上的变化的 一眼可见的变化就有包括全新的分晓盘 一个11.4英寸的曲面的中控屏幕 然后全新的挡霸 以及明显豪华感升级的整个类似的材质和座舱的氛围 现在说这个挡霸 捷豹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旋扭的挡霸 而这个挡霸是采用了一个非常旧手的形状和造型 是一个前后推动的电子挡霸 这个挡霸的造型也是在i-PACE上首次采用的 而中期改款的捷豹XF轿车也采用了这个挡霸 上面的缝线非常有意思 它的灵感来自于一种球类运动 不是足球也不是高尔夫球 而是来自英国人其实比较擅长的一种球类运动 就是板球 当然了传统的那种升起的那种旋扭式的换挡 其实在这个设计上并没有消失 而是这个模式的按钮 它同样有这个升起的仪式感 这种旋扶式的屏幕 有些观众可能觉得有些突兀 但是捷豹在i-PACE上把它处理成的这种 一个曲面的屏幕和中控台显得比较的贴合 我觉得这个处理是非常的有心思的 然后捷豹一直是那种不推从 用一个大屏来控制整部车的这么一个品牌 所以说它现在依然是多屏的联动 包括12.3英寸的仪表盘 然后是这个中控屏幕 然后还有单独的空调控制区域 对于这些经常使用到经常调节的按钮 它们保留了物理按键 或者是一级菜单里的按键 这样的设计至少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的 关于消费者对于老款i-PACE的批评 就是车内显得不够的豪华 用了大量比较粗比较硬的塑料 其实捷豹也给出了回应 所以说在这台车上 这个地方可以是木材 可以是金属 然后针对之前车型储物空间 不足的问题 这个地方有了大的储物空间 并且是有了无线充电的功能 这个地方有水位架 然后这场边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都进行了一些调整 至于动力方面 2.0T的四缸车型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六缸车型V6的发动机被放弃了 现在是直列六缸的音节力发动机 然后在首次发布的时候 其实新款的捷豹F-PACE 在海外还提供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但非常遗憾 至少现在进入中国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是没有进入中国的 并且SVR车型也没有更新 当然这和大家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最后要说的一点 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屏幕 以及它类置的一个系统 捷豹也在经历了本土化 比如这个屏幕 捷豹是支持远程在线的OTA升级的 然后在国内 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合作伙伴 比如类置可以类置高的地图 可以类置喜马拉雅这样的APP 所有的豪华品牌 其实现在都在努力地做本土化 捷豹如虎也不例外 数字化呢 其实是一个不可立的趋势 但是如何做到更有条理的数字化 我觉得捷豹如虎其实是一个典范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清晨伞送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新款的捷豹F-PACE 其实整个它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主要是它针对自己的短版有的 非常明确的一个补强 然后我觉得这是市场上非常好的一款 较好新的SUV 我是杨华欣 感谢您关注C的做修养 我们下次再见